结婚前女人别让这三年时耽误 一经常口出脏眼的女人 现在都流行讲普通话做文明人 可是有些女人却不以为然 张嘴就是一口流利在方言的脏话 甚至有的都骂出了节奏感 当别人有情提醒时 她是装作没看见 这严重的跟一个人素质有关 这种女人年轻时就要说脏话 你不难想象 等她老了 那种泼泼骂街的样子 是有让人多厌恶 所以很多男人都会远离这种爱说脏话的女人 要知道脏话谁都会 但要分场合 二喜欢喝酒文身的女人 喝酒很能理解 男人能喝 女人当然也可以喝 甚至有些男人还喝不过某些女人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女人的酒量不比男人差 既然如此 为什么男人会讨厌喝酒的女人呢 我想大部分应该是知道 酒喝乱性这个道理 很多女人喝酒喝多了 最容易出事 不管是在结婚前 还是在结婚后 能喝还是少喝点吧 毕竟酒也不是好东西 说完酒再说说文身 很多单位和佣人公司都不要有文身的人 在大众眼里 有文身的都是混社会的 我觉得这个不能一个二论 但是在潜意识里 大家还是这么觉得 尤其是文身的女人 都是有故事的 也许是存在的个人喜好 但是很多男人表示 大部分有文身的女人 私生活都很乱 尤其是那个啥 你懂的 当然也不是说文身的就是坏女人 不文身的就是好女人了 这个还得是相处 不过有经验的男人 会通过日常的小事来看出这个女人的贫心 三 跟男人谈情 不了感情 有钱的男人身边从来不缺漂亮的女人 如果有丑的 那肯定是真爱 同样有很多女人追求物质特别严重 她会认为 男人的品性好不好无所谓 只要有钱 那就是好男人 好老公 很多人就算是结婚 也离不了谈钱 不谈感情 不难理解 有的人为了娶个媳妇 家里条件差的 甚至都砸光卖铁 这种婚姻以后就过得很幸福 我觉得 谈钱是一方面 感情才是最重要 只谈钱不了感情的女人 自然会把感情看得不值钱 这种女人 男人看不到付出 只看到女人一味索取 就像无底洞一样 填补满 于是就慢慢退出 远离这种女人 记住 当一段恋情 只能用钱来维持的时候 就没必要再坚持下去了 除非你真的很有钱 用钱买情